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大盘跌100多 对 盘中112点 收盘也跌98点 一样啦 我不用跟你解大盘了 老师你从来没解大盘 没什么好解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讲太直接了 我不晓得 亲爱的 从1月到现在 那些帮你解大盘的分析师 到底帮你赚多少钱呢 我说真的啦 你好好想一想 我们的胜率很高 是啊 是啊 我们每档股票一档一档 最后都是让你获利入带 我们整个第一季是完胜 所以我的胜率就是百分之百的 完胜 那我要这样讲的意思是 有没有人带你做了这一档赚钱 下一档停损就出场了 你就是2月 对不对 我说1月到现在 已经4月 4月要下旬了 对 有没有 没错 你有没有用2月 2月入了会到现在 都还没赚到钱的 还是2月入了会到现在 赚这一支那一支又亏掉 不停地追高杀低 然后赚了这一支 那一支再去停损 永远怎么样 红尘来去一场空啊 你到头来还是没有 我跟你讲 以前的讲法叫红尘来去一场空 一场空 现在讲法叫做 你在跟着人家哈喽 你是在哈喽 对 你要跟上 我女儿 年轻人的 年轻人都在讲哈喽 新世代的用语 有些人都在讲哈喽 对啊 你是在哈喽 就是都在干嘛 你在哈喽 对 对不对 不要再过 算的那一支 再去停损这一支 如果你跟着人家做 你看财经节目 你从去年十月到现在 你都还在买买 砍砍 买买砍砍 你的资金都没有办法有效的 一挂两万这样子 好好的赚起来 很 我都不知道 真的觉得瞎忙 我觉得是一种瞎忙的感觉 就是在股市 你好忙好忙 你只是在股市刷存在感 可是你没赚到钱 有没有 很可惜 二月在中市 你认识我了吧 一月就来了 对不对 那你这段时间自己做 跟着别人做 你赚到钱没 有没有 还是像我这样子 跟着我两步一心坚定 等风起看分明 因为第一月你要观察 一月过年前叫你报好 跟我报股过年 那过完二月很多股票都赚了 就冲出去咯 但是二月其实很多分析师的股票都赚了 如果你是做多的话 很多都赚 农历年回来其实是有先充一桌 可是二月还有228 又是廉价 廉价钱我告诉你 你要这样跟我赚 有没有 因为三月 廉价回来 我说你好好去玩 对 旅游费我赚给你 也赚给你了 没错 三月就不一样咯 那时候很多人在信 我说一个分析师 对不对 我说一个分析师 多头看不出功利 多头赚钱 这是理所当然 天经地义 多头看不出功利 一样一锅头就告诉你啊 猴子设飞镖都会赚啊 猴子设飞镖这不是我讲的哦 猴子设飞镖这就典故了哦 你去看那个投资大师 那个彼得林区 美国的那种冠军 投资大师 书里面写的嘛 对 我20年前我就看了嘛 对不对 他说猴子设飞镖 猴子设飞镖的绩效都比 基金操盘人的绩效还要好 讽不讽刺 很讽刺啊 是 这不是假的 这是把过去几十年来 你在股市里面 你今年大赚不代表明年大赚啊 就好像当年的航运 你赚到了不代表你后面 你去年整个空头 你还是大赚啊 有没有 那是疫情红利股 所以 一月你半信半疑 二月你看到很多分析师都赚钱 对不对 那还不能显出一个分析师的功利嘛 到三月呢 从十月底 整的一路涨到三月的时候 开始怎么样 底气慢慢来了 开始哦 很多股票开始 高出不胜寒了 对不对 然后又加上矽谷银行倒闭 对 是不是一开始很多 矽谷银行倒闭的时候 一堆人又开始怎么样 本来讲话底气很重的 然后开始 今天因为矽谷银行倒闭 所以怎样怎样 再观察 讲话开始小声了 有没有 然后你的股票害你被套的时候 开始怎么样 诶 讲话安慰你啊 问题是拿不出什么 拿不出解决方案啊 有没有 可是三月一整月 我跟你讲什么 底气就在卷资比 我说卷资比只要没有结束 到三月底都还有行情 你不用担心 是不是 你不用担心 所以三月的集团做账 有没有挡挡带你赚 有啊 加集团做账 然后呢 然后呢 过了三月 第一季完胜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图名花开嘛 我还敢直接跟你讲到第一季 跟大家说再见 第一季那些股票 除非我还看好了 不然很多怎么样 你就要陆陆续续下策 你要跟我换 新的第二季 第二季 种下业之梦的 来 所以刚节目一开始 老师干脆就直接 对不对 我说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依好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不知何处去的人 不只去年 今年也有 从一月到现在 跟我擦肩而过的 对不对 你们喜欢去相信 节目上 常常露脸的分析师 不管是早上 或晚上财经节目 有没有 重点是 赚到钱才是你的 好不好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也会发现 路遥之马力 今天不是很多股票在杀了吗 我这两天跟你讲说 你错过立志跟金拓科的 没关系 没有关系 我后宫家力还很多 口袋名单都还有 五月要开的花还很多 对不对 但是就不是第一季的那些了 但你要把握时间来 山头斜照哦 你要赶快先跟着老师 来 今天股票这样跌 我这几天 我是不是一直在邀请你 台积电设备概念股 有没有 有 我说你赶快来 他在等你 连接盘中在杀下 在等你 可是今天有没有 收红了 所以你不要再丢毒了 这代表怎么样 为什么今天盘这么弱 他居然会收红 代表怎么样 主力已经开始在帮我怎么样 开始风来了 主力在看我 在帮我 抬了 抬了吗 对 利剑大人了 玉贝贝 就算不抬 他也在帮我护盘啊 好不好 很好啊 对不对 山头斜照啊 确相赢啊 你看这过去这一两个礼拜 老师是不是一直邀约 你从上个礼拜开始 因为上礼拜老师还告诉你 第一季的花已经结束 爱补差不多了哦 来 这档是什么 金拓科 你都知道了嘛 有没有 老师这一档 来 今天请你看一下 上冲下席 我需要跟你解 大盘今天大跌多少吗 三大外资 买卖超多少吗 不需要啊 我跟你讲 从去年 下半年整个利空下来 我要解 我就是在帮你那些手上 有成概股的人告诉你 对不对 股票不要给我乱杀 你要跟我往下买 是 有没有 我等一下还有更 还有证据可以拿出来 你们看到你一定傻眼 好来 今天看这一档 这个是为什么其他分析师 根本就追不上我车尾灯的关系 你就算名气比我大没有用 有没有 全中华民国还缺名气比我 这个大的分析师吗 每一个名气都比我大 对不对 当年杨过出古墓的时候 哪一个名气不是比他大 什么派什么派的 什么门什么门的 那哪一个功夫比杨过好的 没有啊 所以就是说日久事成成嘛 年气不重要嘛 对不对 重点怎么样 让你赚钱才重要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又有人说我讲话很臭屁 还有东升 都讲了 我们早上连线对不对 我在礼拜一礼拜三早上 我有连线 那你知道有台联线早上那个YT 他会开放留言 现场开放 你知道吗 还有人上面讲说 陈诚是我全中华民国最讨厌的分析师 因为我讲话很臭屁 老师你也太直白自己这样讲出来 我让你讨厌那什么关系 对不对 我保证让我会员赚到钱就好了啊 你全天下都讨厌我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会员开心 你讨厌我 重不赚钱那是你的事 重点是我可以保证让我会员赚到钱就好了 我让你讨厌那有什么关系 而且胜率这么高 会员真的很开心 来听托克 好说到今天他正拿正 尾盘还是翻红哦 你看来 这不是我拉的耶 我们会员早就已经怎么样 下好离手了耶 对啊 什么叫下好离手 四字头五字头 下好离手就是买进去 就给我报好报警 对不对 报警处理 不要给我左软右软 在那边 不要那么累 刷存在感 不需要 你就超前部署报警处理 有没有 对 这不是我买的耶 那是谁 我不知道啊 大人来了 但是怎么样 不管是谁 爱心比给你 爱心比给你 感谢抬轿 尾盘 尾盘还继续抬 对不对 收红耶 钱爱心太小 那比大一点的 好不好 对不对 还太小 来 两个一起更大 我们把满满的爱心 都给大家了 好 今天在上冲下写 难怪 难怪我们就是人家 全中华民国最讨厌的分析师 不要 不要 这么高兴 对吧 人家帮忙抬轿 我们比爱心很正常 感谢您 感谢 对对对 然后会员也都跟着比爱心 因为会员很开心 对啊 现在是我们两个在摆爱 比爱心 哪天我所有会员都一起来比 对 真的有可能 所以老师你看今天盘中也有证 好 可是重点是 我们就是耐震 因为我们的买点 已经决定我们的胜率了 我们买点 你都知道了吗 四字头 五字头 不管新会员就会 就会员五字头以下嘛 四字头的啊 新会员六字头以下 都行 对不对 对啊 连四月出来的 好 六三六四六五 可以 怎么样 一张十块的底气 对啊 你还怕什么 怕啊 你不怕啊 问题是你这两天来的 你怕不怕 你看我节目你才要跟单的 你怕不怕 你怕啊 所以买点决定胜率嘛 而且老师这个走势啊 它很像您之前讲的啊 追行不追手 对不对 这个过程当中 它有很多追行 但我们追行不追手 一大堆怎么样 对不对 外资 买了又买 卖了又买 这两天就外资买上来了啊 是不是 所以爱心比给谁 大人 不是比给你啦 比给大人 比给大人啦 对不对 你跟我都没有本事抬轿啦 谁才有本事抬轿啊 大人 外资啊 对 那如果哪一天投信来的 哇那真的是 那我们那个爱心要比更大 要超级大的 对不对 我就说 那不要说 再说又 再接人家的 再牵人家的底 你今天没有戴墨镜 这个十个泳村 十个泳村 十个夜问来都不够啦 那时候老师就要变骇客任务了 多自然 好 所以这是看到了金拓科 立志也是啊 来立志 今天也正 讲到这 那又是怎么样 又是一个故事了 又是一个故事了 来 请你看一下好不好 今天的立志 相对抗跌了嘛 对 有没有 没办法 请问如果你年轻 昨天去追270以上的 那我只能说 很可惜啊 为什么 因为你不懂得三头斜照嘛 却相赢 当初220以下 310 对不对 308 让你买的时候 那更不要讲1月1号 我来到中市开始 那时候的金拓 那时候的立志才230 因为老师在滑雪的时候 还发训哦 都还在买APP买立志哦 我们长线的会员 基本上 基本上你当初 你第一月就来 跟我操作 你立志是230 到现在还抱着 拨断单很精彩 还没做完 100多块的 230到这两天的 350 360 370 那你一张是赚了13万 14万 100多块的价差 我们走没 没走啊 这就是富贵稳中求 没走啊 富贵稳中求 因为买点决定胜率 你的价差已经拉得大 还有人哦 还有 还有其他分析师 在攻击我啦 说成城都是做短线啊 你要不要把我的对账单 拿出来给你看 我们中市好朋友 你都可以看到 我们从1月到现在 立志是不是一直都有 还没说我做短线 自己说短线 就在那边说别人做短线 真的是哦 你从1月3号4号5号第一周开始看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什么呀 什么 无耻他妈给无耻开门 无耻到家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这是 无耻他妈给无耻开门 对不对 无耻到家啦 这是无耻到家啦 有没有 自己带着会员左亢右亢 追高杀低 在那边说我 做短线来啊 我都没有跟你讲 4月才来的 310都已经赚到370了 那1月 1月来的230 一路到现在 你如果1月看我中市到现在 影片都还在中市的官网 你都可以验证 没错 到现在这一档 我们始终不离不弃 波段单持续啊 对不对 长线波段单是报到现在还在报耶 获利持续奔驰中 当然中间我们有做加插单 波段单加插单 我们跟你讲 我永远都是带你怎么样 买在主力之前 当然 对不对 超前部署 来 这两天的立志 两根掌停啊 是我带你买上去的吗 不是耶 这两天谁 外资啊 2000张2000张啊 所以两根掌停 谁拉的 外资拉的啊 还有谁 头衔 还有上下左右台的分析师啊 早上你现在听哪一个人在讲立志 那就是他帮我拉的啊 我还不知道早上现在谁在讲 对啊 我说真的嘛 你们都知道嘛 如果这个分析师之前都没有在讲立志 这两天早上财经连线就拿立志出来讲 我告诉你 这两天的掌停 还包括他带他的会员来帮我抬轿 那又要比爱心了 来 爱心送给你 感谢上下左右分析师 感谢共赏胜传 对不对 是不是 大爱点的 大爱心 会员 我们现在终于我们的会员了嘛 对不对 对 有 你有没有很想笑 很想笑对不对 你有没有感受到提前坐在站上 你有没有感受到被抬轿的幸福 有没有 以前你们都是跟着其他人 去帮人家抬轿 现在 然后被人家割韭菜 你现在跟我一挡股票 好啊 抱抱抱了 我们都是等别人来帮我们抬轿 你看这两张 这完全感觉不一样 抬得爽不爽 很爽啊 对不对 爽爽他妈给爽爽开门 对不对 爽到家了 是不是 是 有没有 有 会员朋友特有感 那边是新进来的朋友赚到的感觉 我还说什么 我还说什么 富贵稳中求 想不到 我骗你啊 没骗你啊 对 如果你跟着 你可以接受慢慢变富 你愿意跟我三头鞋照 却向盈 底部埋起来等 那时间到就是你的 没错 而且每一档 老师都是提前邀约哦 提前邀约 你看 挥达AI深层室 深层室AI 我给你讲 我头脑很好 就是三月就告诉大家 我给你讲 我头脑很好 所以 老师他很快就可以去 我第一个 我头脑很好 第二个 我很实在 我不骗你 所以我刚刚不是跟你讲说 现在早上谁在讲立志的 之前都没讲的 你就知道他就在帮我们抬轿嘛 这个逻辑通不通 很通啊 对不对 是的 我跟你讲 我只差没有叫我助理 早上再去看禅音节目 现在是谁在讲立志的 不用啦 那你就直接点出 就是谁在帮我抬轿的 我做得到吗 我做得到啊 我只不想 把人家的那些手脚 给直接公开来 其实老师你几乎 看破而已好不好 几乎已经差不多都漏了 好 那重点每一档 朋友你都会印证 IPC大老鹰 是不是就是金托科 提早邀约您的 还有刚刚那档 的回答概念股 就是深层是AI 也是三月就和您说了 邀约您的 我说我的会员 什么人都有 这个清代会员 之前在我金牛班 他是千金股公司的高级主管 设备主管 我跟你讲 我刚刚说你说 我的会员连上柜公司 总经理都有 你们不要不相信 医生 大学教授 为什么这些顶尖人才 为什么这些高学历的知识分子 会跟着我 愿意跟着我 我们公司分析是二十几个 对不对 永诚听说现在已经是全台最大头顾了 顺便帮老板打一下广告 老板下礼拜下个月加薪 讲实话 我们都讲实话 但是呢 我们跟你讲 我们来中视之前 你们不认识我 可是我在网路上 我是我们全公司 YT YouTube 我是我们全公司 网路最受欢迎的分析师 订阅人士是最高的 然后重点怎么样 我是网路最受欢迎 我还不会害你财富对责 对不对 看节目 不是有一句话吗 相信XX财富对责啊 对不对 可是相信陈辰怎么样 来 来 有没有 来 路遥知玛丽 日久 逝逝逝 这不是我讲 这都会人送我的 对 真的 好 那你看这中间 这一个人 你现在看到没 他是清代 清代 你看他的爱福多少 169 乘以2 我们算170好算 好不好 170乘以2 两张 例字258 乘以6 有没有 这个部分是干嘛 这个部分是去年10月 我在节目公开讲说 会员 去年10月不是最差吗 对 我公开讲 会员股票买起来 然后怎么样 全部给我借券借出去 有 老师在节目还公开讲 我可以拿出来重播哦 太多的券单 我去年10月我同时做好几个动作哦 是 会员手上有美金的 2032以上全部给我换为台币 是 然后呢 第二 手上的股票 有人借券的话 给我低买之后 全部给我借券借出去 因为那时候不是大家都要放空吗 对 券单啊 要放空人借不到券吗 对 有没有 好 来 这些都要借出去的股票 老师说你就去借 我跟你讲他爱普本来8张10张哦 陆续获利 4月初我们3月营收公布 他公布340在那一波 我说你借券的赶快给我赎回来 给我卖掉 对 剩这两张 剩这两张 然后呢买立志 立志这个是现在留着的 在那个当下他又在平行转移 那这怎么做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赚借券费 赚借券费赚鼓励 再赚什么 大波段 你分析师有带你这样做吗 三头转 三头转 我要先进广告 我被大波催了 我节目很精彩啦 所以你还是看我YT啦 好 自己订阅 你逛看中市二几分钟不够我讲 红色框框扫起来 你要把它听清楚的你自己来 老师解释 我们先进广告 OK 好不好 好 然后你想要跟上我们的台积电设备股 到底他是谁 快按捺不住了 加上我们的绿色框框 Light群组直接加进来询问 赶快把握时间咯 三转哦 讲不完啊 真的 我说你参加好会员 你是三头转 第一个 安心上班 上班转 本业转 本业转 本业老板加薪升官发财 股票我带你转 老师带你转 两头咯 两头咯 借券再转 三转 有分析是这样教你的吗 我跟上去年10月我就跟我会人讲说 现在是低点 你要跟我赚到大波段 股票在那边左轰右轰 股票买了 给我借券借出去 再转借券费 来 多少 老师 5.2% 5.2%出借 来 现在股票平均都有5% 你现在股票没有赚到波段之前 你至少先赚多少 股票5%再加借券费 人家把你股票借去空 对 手续费 5% 对不对 10% 先赚起来 先赚起来啊 然后咧 再加上什么 股价再赚大波段 来 我这秀出来 全中华民国哪个分析师敢给我拿出来秀几下 来啊 实实在在 来啊 你现在看到没 一档立志跟爱普我可以跟你报到现在 对不对 周氏的朋友你都听到这两档股票 讲了超过四个月了吧 有图有真相啊 清代啊 那你们参加起来老师的清代是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啦 但是每个都是我个人直接对到这个人 一对一 真的是一对一 还想要攻击我 来啊 你看到他有券单借出 而且我的会员是一个一个敢跳出来帮我作证的 256 258 6张报到现在 这是借出去的 对 券单借出去的 现在还在别人手上拿去放空的股票 你看到没 你要什么样的分析师 所以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老师一直在讲啦 你要做出对的抉择 对的选择 我跟你讲 我本来都要跟你讲这些会员给我的一些回馈 红色框框扫起来 你看我们的YT 掌声不停 真的 我真的在中视后没时间讲 我在我YT才有时间讲 订阅 你不相信了你就来看 好不好 欢迎应证 或者你直接电话打来跟我聊天都可以 老师直接亲自跟你 我最好还是跟你讲 年年岁岁古相识 同样的爱普 同样的励志 同样的其他股票 别人带你怎么做 我们带你怎么做 是 岁岁年年 人不同 好不好 最后还是一样 母亲节特会专案 你从二月到现在 参加人家的会都还没赚到钱的 来改变上 丢毒了 选择比努力重要 选择比努力重要 方向对了 努力才有意义 没错 节目最后 让我古海大丈夫 陈建成 带你富贵 稳于中求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